你好,我是刘老师。 上两次课我们学习的是听采访。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学习考试的第三部分,听短文。 今天学习听短文一。 好,现在开始。 在听力的第三部分,听短文一共有二十题。 考生在这一部分里头会听到六段录音。 每段录音是一段比较长的短文。 那么每段短文后面的一般有三到四个问题。 那么下面的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好点和难点。 第一个好点和难点就是概括短文的主要意思。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大家可以先把这个选项看一下。 没有人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关心,也没有人会对关心自己的人产生不满。 所以,要想赢得好评,就需要将你对别人的关心适当地表达出来。 如果你发现对方的细微变化。 如果你发现对方的细微变化,最好能立刻指出。 比如说,对方换了新领带。 你就说,这条领带你第一次戴,在哪买的? 它一定会愉快地接受你的关心,对你产生好感。 特别是女性,尤其重视自己的穿戴。 一旦有人注意到了她服饰的变化,她一定会感到由衷的欣喜。 这时,你们之间的距离也便随之缩短了。 我对我的男朋友非常满意,就是因为她有注意微小事物的眼光。 比如,我从美发厅出来,换了一个新发型,她就会兴致勃勃地欣赏一番。 我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显得很累,她看到我的样子,就会细心地关照一番。 男友所做的一切,听起来虽然都微不足道,但却让我感到十分满足。 42.这段话主要讲了什么? 这段话主要讲了什么呢? 这个答案应该是D,怎样获得别人的好感。 那么这个,大家注意啊,就是这个题的问题,这段话主要讲了什么? 这是一个典型的,要求这个概括短文主要意思的问题。 那么我们看这个四个选项,是四个句子。 A,如何称赞别人? 这个文中呢,他是谈到称赞,但也有一些话不能算是称赞。 比如说,我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显得很累,她看到我的样子就会细心地关照一番。 这个不能算是称赞。 所以A是不对的。 是吧。 B,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是说到了。 但是呢,我从美发厅出来,换了一个新发型,她就会兴致勃勃地欣赏一番。 这个呢,应该说是一种做法,不是表达想法。 C,选择什么样的男朋友? 这个,她虽然是谈到了男朋友,但是呢,并没有全面地谈这个选择男朋友的标准。 是吧。 另外呢,你比如像这个,她这里讲到了,就是说,这条领带,你第一次戴,在哪买的? 这种话实际上更像是那个同事之间的这个谈话。 所以能够概括全文主要意思的只有D,怎样获得别人的好感。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答题技巧。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抓新信息。 那么这个新信息的意思就是一些和常识有些不同的信息。 这个考生呢,只有真正的听懂了这些信息,才能做对。 而不是就凭着我们的常识就能分析出来。 那么我们再来听一个例子。 大家先看一下选项。 什么样的目标才是正确的目标呢? 简单来说就是适合自己的目标。 张武昌小时候非常喜欢打乒乓球,自以为有这方面的天分。 有一次,他碰到了一个小孩子。 对方虽是初学,而且个子矮的只能点着脚尖拍球。 但是拍得啪啪直响。 张武昌便走上前去,教他打乒乓球。 谁知这个小孩子一教就会,不教的也会。 不到两个月,张武昌就发现自己已经不是他的对手, 而且往往输得莫名其妙。 由此,他意识到自己在打乒乓球方面并没有什么天分, 转而投身其他领域,最终在经济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而那个小孩子就是后来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 39,这段话主要想说明什么? 这个正确回答应该是B,要做适合自己的事。 那么这个呢,大家看这个四个选项。 这个四个选项,这个都有可能是对的。 是吧?比如我们看A,是吧?不能以貌取人。 这个C,要重视平时的积累。 这个D,努力比天分更重要。 这是我们平常在谈论做事情的时候经常说的。 是吧?这些话本身是没有错。 甚至于这些话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常识。 但是呢,这段话想说明的并不是这些常识。 这段话呢,就是通过这个张武昌, 他发现一个小孩在打乒乓球方面的天分比自己高。 所以呢,他就转变了自己的方向,最后取得了成就。 通过这样的一个例子,说明每个人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目标。 所以呢,就是这个,对于这段话来说,只有B,要做适合自己的事是对的。 这个我们说的抓新信息,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要抓住一些,在这段话里他告诉你的信息,而不是常识。 第二个呢,考试技巧是概括。 这个概括大意,概括这个听力录音的这个中心意思是听力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 这个,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这个六级的这个三个部分的提醒。 第一部分呢,因为太短,所以这个概括的价值不大。 第二部分呢,采访这种形式呢,因为它是根据这个记者的问题作为线索来说的。 所以呢,好像也不太好概括。 所以呢,概括的这一个考点,就只能在这个第三部分考。 这种概括的问题呢,一般的呢,是都在每段短文的这个第三个问题,或者是第四个问题,也就是在后面那个问题。 那个从我们从选项上看呢,这个表示概括的选项一般都是四个句子。 这个句子的样子有时候还有点像一个小题目。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看这个啊。 这个四十二题,这段话主要讲了什么。 是吧,我们看这个选项。 如何称赞别人。 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 选择什么样的男朋友。 怎样获得别人的好感。 这是四个问的句子。 是吧,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三十九。 这段话主要想说明什么。 是吧,不能以貌取人。 要做适合自己的事。 要重视平时的积累。 努力比天才更重要。 这个是四个陈述句。 这个,而且呢,好像实际上有点像一个小题目一样。 是吧。 所以呢,考概括的这一类题,经常选项是这样的一种选项。 大家注意,在这个短文录音开始之前,一般有这样一句话。 就是,第多少多少题到第多少多少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很快的看一下这种选项。 如果发现最后一个选项是这一类的句式,就很可能问的是这个概括的问题。 这个时候呢,你就要从这个方面来注意。 第三个考试技巧呢,是要注意考察概括的提问方式。 这个常见的是这样的一些句式。 比如说,比如说,这段讲话主要谈的是什么。 这段讲话主要讲了什么。 这段讲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 这段讲话主要想说明什么。 那么这样的一些提问方式都是要考概括的。 好,现在我们就来练习一下。 请你听一段短文,然后有三个问题,看看你做的对不对。 大家可以先把这个选项看一下。 第一到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是一个喜欢自己动手的人。 日常生活中不但自己洗衣服,就是去外边拍电影。 跟着剧组住在宾馆里头,早晨起来的头一件事也是要把桌子擦了。 把被子简单的整理一下。 一般情况下,我不大爱给人添麻烦。 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我觉得也跟唱歌一样,是一种休息。 是一种工作之外的娱乐。 还有一点,要是你不住宾馆,住在家里, 那谁给你收拾房子? 你不是得自己收拾吗? 为什么拍电影,住了宾馆,就非得是服务员来收拾? 虽说宾馆作为一种服务,应该给你收拾。 但我认为,能自己动手的时候,还是自己动手好些。 你总不能回到家里之后,还要从宾馆带一位服务员回来吧。 一,讲话人的职业是什么? 二,下面哪一点是他的看法? 三,这段话主要讲什么?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一,讲话人的职业是什么? 答案应该是A。 这里呢,大家注意一下,他讲到了唱歌。 但是呢,他说收拾房间就像唱歌一样,是一种业余的爱好。 是吧? 那么这个,所以这个不是他干的,是吧? 他说的是,我去拍电影,是吧? 住在宾馆怎么怎么样,他说了好几次。 是吧? 所以呢,这个他的职业呢,应该是A,演员。 第二个,下面哪一点是他的看法? 答案应该是B。 A,宾馆的客人也可以收拾房间。 这个实际上是他整个这段话里主要说的。 第三个问题。 这段话主要讲什么? 这个是考概括。 答案应该是C。 C,这个人的生活习惯。 因为他讲到了就是收拾房间,自己能做事就自己做。 这是他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 所以整个他讲都是他的生活习惯。 那么这个是正确的C。 你怎么样,做对了吗? 好,那么我们来小结一下。 今天的主要的考点与难点是概括短文的主要意思。 主要的应试策略是三个。 第一个,抓新信息。 第二,概括。 第三,注意考察概括的提问方式。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听短文一。 下课以后还有几道题,要请你做一下。 好,再见。